近日,杨子在巴黎亮相,以各种令人惊艳的造型频频登上热搜。 在之后的直播中,杨子不仅分享了这次巴黎之行的趣事, 还向粉丝们透露了即将开展的工作计划。 他自豪地宣布将于本月底进组新剧加业, 目前正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积极准备和熟悉角色。 同时,杨子提到自己近期美食不断, 因此正努力减肥,以便以更加的状态前世角色。 实际上,杨子的身材已经非常鲜瘦。 经过长时间的身材管理, 他的脸型已从之前的肉嘟嘟变得小巧精致。 他的减肥决心显然是为了以更完美的表现回馈观众和粉丝的支持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杨子之前就明确表示, 除了剧轩和相关综艺,他将会推掉其他节目的邀约。 对流量明星而言, 综艺是快速提升热度和收益的途径。 但杨子选择专注于作品和角色, 展现了令人钦佩的职业精神。 新剧《家业》无疑是值得杨子全力以赴的项目。 该剧以明朝中期为背景, 围绕辉莫的传承与商业发展展开。 主线讲述女主李珍如何凭借材质和商业头脑, 在智末行业中展露头角, 成为举足轻重的女商人的故事。 《家业》是一部纯粹的经商大女主剧, 这对杨子而言显然是他熟悉的领域。 值得一提的是, 杨子刚刚完成同类型剧《国色芳华》的拍摄, 无论是状态还是对这一题材的理解与掌控, 都非常出色。 相较于之前的仙侠剧如《场相思》, 《沉香如蟹》, 明朝剧佳业的服装造型更为简洁和朴实, 因此杨子更加关注上镜效果, 积极调整身材。 凭借杨子的实力和颜值, 我们有理由相信, 他一定能完美驾驭角色, 带来更多新精细。 与杨子搭档的男主, 韩东军, 是终身代男演员中的佼佼者。 虽然他的古装剧经验不算多, 但在《无星法师3》中展现的唐芬造型依然十分帅气, 此次在家业中尝试新角色。 新造型, 凭借韩东军的演技水平, 他完全能够胜任。 坦率地说, 韩东军和杨子的组合, 最初并不被广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 两人的过往演绎道路不同, 颜值匹配度似乎也立刻不高, 但他们都是极具专业素养的演员, 演技也相当出众。 在精准代入角色后, 定能共同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作品, 再加上家业强大的制作班底, 无论在剧情还是制作质量上, 都将会是部令人期待的古装剧。 综上所述, 家业是一部剧情精彩, 演员阵容不俗的作品具备了冲击大奖的潜力, 如果杨子能够以最佳状态出演, 极有可能获得业内的高度认可, 甚至实现迫奖成功迎接事业的新篇章。 毫无疑问, 杨子的强大事业心将获得应有的回报。 我们相信, 未来的杨子将在各个领域闪耀, 不断带来优秀作品和惊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